片水泥从挡土墙上头剥落 整块水泥拿在手上沉点点 而下方就是刚要验收的儿童游乐场 若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吉隆市中正沟原的希望之秋儿童游乐场 已经接近完工 正在验收阶段 但却被议员发现后方挡土墙 水泥剥落迟迟没处理 儿童安全倍感疑虑 先前答应居民的风雨走廊也尚未落实 砖快快要掉下来 但是都没有做一个保护措施 还有改善 许多的楼梯 因为有高低差的关系 所以应该楼梯旁要增加我们的扶手栏杆 中正公园的儿童游乐场大象溜滑梯 是不少五六年集生的儿时回忆 许多阿公阿嬷如今也在这跳舞伸展 改建后却出现水泥剥落等多项缺失 居民也希望能够尽快改正 还给大家安全使用空间 记者朱定荣朱军义吉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